一家包子店不就应该普普通通的存在吗 但今天在上海发现一家貌似很牛的包子店 下面的评论都是这样的 终于在上海也能吃到豆腐包了 终于不用跑杭州了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这口呢 原来被大家所夸赞的是杭州见得豆腐包 因其山好水好磨出来的豆腐好 所以见得是豆腐包的发源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 吃包子可以搭配这里免费的小菜 你确定如鸡刺鸡爪啊搞错了 榨菜 剁椒和土豆丝 先来上一碗现磨的豆浆 好像是不太一样啊 这个豆浆怎么是这个颜色的 尽管已经凉了依然很好喝 更有豆浆鸡在家里磨出来的一个口感 有不少豆子的杂质很浓 包子一共三种馅料 豆腐包必不可少 然后就是鲜肉 还有笋干 不过此时此刻没有笋干 尽管是大包子能感觉出来这皮挺薄的 而且还有点黏 比较粘筷子 打开一看是不错啊 豆腐白 葱绿焦红 这不跟传说中的一样一样的吗 有食欲墨 这发面的外皮啊 快看快看 我说脏筷子吧 光从这包子的外皮上来看 这包子的味道就差不了 同意的两个赞 再说里面的豆腐 软软糯糯 就跟一包豆浆一样 完全没有豆腥味 搭配着小葱辣椒 微辣口的 味道一下就起来了 不过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崇拜 前面说了 贱德的豆腐好 主要依托于他的水好 相传很多贱德的老师傅 离开贱德都做不出那味 那么问题来了 上海有贱德的水吗 除非每天从杭州从贱德运豆腐过来 心亏离的不远 也不知道是否可行 所以到这我只能说 味道确实不错 但是否能跟贱德的比 是否有贱德正宗的味道 还要看看在贱德本地吃过豆腐包的人怎么说 不出所料 鲜肉包也很不错 多了不说 就拿大家习惯于用户早餐的几种 芭比馒头的啦 全家的啦 罗森的啦 强太多 会好 没吃吧 加一个豆腐再加一个鲜肉 那就加一个豆腐吧 你还说我两三个就能吃饱 我本来想加两个的 我说两到三个差不多了 三个没 三个没吃饱 一个 好 谢谢 做焦也不错 不是很辣很下饭 又是吃饱喝醋的一天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